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首没有追成国女神 然后发出感叹的这样的一首诗歌呢 在纪念语认为呢 其实背后呢是有很深层的隐喻 影射的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解密的这一切 好 我们先来把这首诗读一遍 男友乔木不可修思 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汉之广乙不可修思 江之勇乙不可讽思 瞧瞧错心 言意其处 知子余归 言莫其马 汉之广乙不可修思 江之勇乙不可讽思 瞧瞧错心 言意其楼 知子余归 言莫其居 汉之广乙不可修思 江之勇乙不可讽思 好的 现在呢这首诗呢就读完了 其实这首诗呢从字面上来讲呢是蛮好理解的 也没有很多的深痞字 那么在这里呢我就来跟大家说一说 这首诗呢分为三段 我们都熟悉了 诗经一般的载体都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每一段呢他用的都是汉之广乙不可修思 江之勇乙不可讽思 如果说你生活在湖北的话 你应该很好理解这个四句话 因为汉呢说的就是汉江 汉之广乙呢说的就是汉江很宽 不可修思 说的就是呢 不能靠游就游过去 其实这么解释呢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的小问题呢 可能不是引起大家很多的重视 所以呢我也看到很多的注视呢 对这个方面呢没有提起过 但是呢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我曾经在诗经一开始的第一章的这个官具的解析当中呢 就跟大家提到过 古人呢用字呢几乎都是一字一意 很少呢会用词组来表达同一样的意思 涌这个字呢出现在古文当中呢可以翻译成游 但你要知道呢涌跟游呢其实意思呢并不一样 在水面上呢挖涌叠涌自由涌呢都算在游 但浅入水下的呢 我们现在人说的浅呢 其实呢才算涌 就是我们古人说的涌的意思 那么下一句呢 江之勇乙的江呢 说的呢就不是汉江了 而是长江 可能有朋友会疑问说 长江为什么不叫长河 黄河为什么不叫黄江呢 这呢也出自于呢 我刚才提到过的古文呢 这种一字一意的规矩 在古文当中呢 如果出现了江这个字呢 就单指长江 那么出现河呢就是单指黄河 王维呢在写呢 史智赛上的时候呢 曾经写过一句家喻户晓的诗句 大漠孤烟值长河落日圆 在这里的长河呢 就是说的呢是黄河 在这个黄河之上呢 看到这个落日很圆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的呢 是江之勇矣的勇子 一般情况下呢很多专家呢 直接呢就把勇字呢解释为长 这么解释呢不能说是错的 但是呢并不准确 如果说勇等于长的话呢 那么诗人为什么不干脆写江之长 也就好了呢 因为呢对古人来讲呢 其实呢比长更长就叫做勇 无论是形容具体的程度 还是抽象的程度 都是遵循这个原则 比如说时间 很长的时间呢 就叫做长久 比长久还长呢 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永久 这个词呢 其实我们到现在也还在用 那么下面呢就要来说一说 不可仿思的原因 为什么念做仿 仿呢是通假字 通的是呢仿字 仿这个字呢 我们觉得很失忆 比起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的 这些什么石仿画仿 都是跟这个船有关系的这种景点 或者说你这种比较漂亮的船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仿 但是呢在上古时代呢 其实呢仿这种船呢 是有特殊的含义的 上古时代呢水上的交通工具呢 一般呢叫做舟 以舟为偏旁的船舰 仿呢都是不同的舟 我们说仿呢 拆开呢其实就是舟和方两个字 当然他不是说的是诺亚方舟啊 方呢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呢 方呢说的是国家或者部落的意思 上古时代呢中原王朝呢叫做华夏 肆以少数民族呢所在的部落呢 或者国家呢就都叫做方 比如呢匈奴呢在商场呢就被称为鬼方 核桃地区的少数民族呢就叫做朔方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还把遥远的地方呢称为远方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会发现呢 其实我们平常在用的很多词呢都是有出处跟来历的 那国家的州呢说的就是军舰战船的意思 那么如果说仿是军舰的话 那么仿和舰在古文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你很自然的就会这么想到对吧 那么问别人呢可能答不上来 但是呢问经典语的话呢那就是问对人了 军舰呢也有不同的用处 船上呢有高楼呢而且能作战的呢就是舰 而仿呢指的是呢运兵船 史记张仪传里面就记载了 仿船在主一仿在五十人 解释到这里可能大家会有点糊涂了 这不是一首描绘爱情的诗歌吗 既然是写爱情的诗 怎么会出现军舰呢 这就有意思了 这也就是呢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揭秘的 让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段 男有桥木不可休思 汉有有女不可求思 这边很好理解 男方有高大的树木 但是我不能去休息 汉江有出游的女子 可是呢我却不能去追求她 后面是什么 我们刚刚解释过这一段话 汉江很广我游不过去 长江很长 坐运兵船也呢到不了 我追个女孩子 为什么还要坐个运兵船 难道我是要去抢抢名女吗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段 瞧瞧错心言意其处 只子鱼归言莫其马 翘在这里呢 为什么要读第二声呢 其实是因为他说的是另外一个意思 说的是高的意思 老乔就是高而又高的意思 什么东西高而又高呢 就是错心 乍一看错心我们并不理解 这是什么东西 但是仔细琢磨一下 我们不难理解 所谓的心呢就是柴 我们今天呢用的很多成语当中 还是有这个用法 比如说呢 釜底抽心 心火相传当中的心呢 也是柴的意思 那么错呢就是指他杂乱交错 什么样的才高又高还杂乱交错呢 下一句说了 是什么呢 言意其处 言呢是一个语气助词 也有我的意思啊 在葛坛当中呢 我曾经也讲过呢 意呢就是哥的意思 那么处呢就是南方的金条 这里的柴呢 其实说的呢就是这个杂乱的金条 那么这些金条能够当柴果来烧吗 如果他干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的啊 那么这一句呢 其实是说明了作者的身份 这位呢 作者呢是一个砍柴的乔夫 乔夫接着说 知子于归 言莫骑马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在讲葛坛的时候呢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龟呢在古代呢 说的是呢出嫁的意思 莫骑马呢 就是呢 未饱马的意思 那么我们今天还在用的一个成语呢 莫马利兵 就是说的意思呢 就是未饱马呢 魔风利武器的意思 但是呢 诗道的这里呢 其实是出现了一个转折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 再看第三段 乔乔侧心 言以其楼 知子于归 言莫其居 这次呢 砍的柴呢是柔 也就是呢 楼蒿 干了呢也能当柴烧 这次乔夫是这么说的 你要是嫁人 不要嫁给别人 你只能嫁给我 但是呢跟上一段不同的是呢 上次说的是什么 为马 这次说的呢 却是为小马鞠 但是呢 在下面又用了三句话告诉我们 因为汉江太广 长江太长 这门婚事呢 还是成不了 那么诗的字面意思呢 我们是已经解析完了 那么看上去呢 其实这个诗呢 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对吧 既然乔夫呢 从一开篇的时候就写了 我没有办法到江南的乔木下去休息 我也没有办法去追求江南的永语 为什么在后面还要觉得说自己又是志在必得呢 你要嫁人不能嫁给别人呢 既然志在必得 却为什么要三次感叹 汉江 长江 太长 太广 这个自然环境阻碍了他的求爱呢 这是不是很矛盾呢 对吧 作为一首追求爱情 追求女性的诗 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摸不着头脑 但是如果说我们回想 这首诗它的背景是什么时候 西州时代 那么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下面呢 你就会发现呢 其实这首侨夫口气的诗 其实不是在写侨夫自己 而是呢 在影射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 这三段诗呢 刚刚好呢 可以对应什么 对应周朝对楚国的三次争讨 楚国呢 说明呢 他们是呢 皇帝之后的羔羊氏后裔 楚国的先祖呢 无悔呢 非常善于用火 被帝佩呢 封为祖龙 后来他们就迁徙 到今天河南南部和湖北交接的地方 商朝的时候呢 武丁呢 曾经大举进攻楚国 导致楚国跟商朝有仇 后来呢 楚国投靠了周国 帮助呢 周朝取代了商朝 但是呢 周朝呢 却没有因为 楚国人出了这么大的力呢 而给予一个很好的待遇 在策封功臣的时候呢 楚国的国军呢 紧紧的被封为了自绝 位列在呢 公侯博子南无绝当中的倒数第二位 这个对楚国人来讲呢 是非常的生气的 在左丘明所著的国语的记载当中说到 周成王的时候呢 周王呢 大会出侯 而在会盟的仪式上呢 周成王呢 率领出侯祭天 唯独呢 不让楚军参加 还让他呢 到外面去看火 所以这个事情 其实是让楚国的君主 非常的火大 但是楚国呢 是隐忍不发 透过他一个艰苦的发展 在这个周昭王的时代呢 就已经呢 出具实力了 那么而且呢 楚国这个地方呢 他产铜矿 所以呢 楚国的国力呢 也逐渐强盛 这个时候呢 他就不怎么把这个周朝 放在眼里了 经历了成康之志之后呢 周朝的国力鼎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周昭王呢 他决定呢 率领祝侯呢 去攻打楚国 因为他也看不顺眼 这个楚国 那么周朝呢 当时呢 是势如破竹 还得到了楚国的周边小国 和部落的支持 于是呢 楚国大败 被周昭王呢 抢夺了大量贵重的青铜器 这个时候周昭王 致满意德 他决定呢 继续南征 那么在渡过了汉江之后呢 周昭王看到了 传说中的神兽四 哎 他感觉不太妙 于是就班师回朝了 四呢 我之前呢 也讲过 说的呢 就是雌性的犀牛 我在卷儿那一刻 当中给大家讲过 其实古代呢 犀牛是非常稀少的 所以呢 被当作神兽来看待 那么刚刚渡过汉江 就遇到了神兽呢 于是呢 周昭王呢 匆忙的班师回朝了 这个正好对应了 汉广当中说的 南方的乔木和女人 不要想着得到 汉江跟长江 不是那么容易渡过的 就算渡过了 也会有神兽出现 提示你不该这么做 那么 可是呢 周昭王回去了之后呢 他又觉得自己满冤 我都已经过了 我还 我还这样子被耽误了 我这不是就属于 被神兽耽误了的吗 我并不是打不过楚国呀 对不对 于是呢 过了几年 周昭王呢 他又决定 再次争讨楚国 说起来也是狠狠大 到底为什么 一直这样打楚国 那么这次很顺利呢 周昭王势如破竹 那么这就像是汉广当中 第二段的 侨夫的那一段话 志在必得啊 拿下楚国 就像魏宝马 等着娶汉江的游女 一样简单 但是呢 据呢 竹书记年的记载呢 周昭王这次的男子呢 在渡过汉江的时候呢 遇到了非常大的日食 而且呢 带着狂风 导致呢 几乎全军覆没 周昭王呢 只好呢 灰溜溜的 回朝了 对这次战败呢 可以说是 更加的不服气了 我又不是打不过楚国 就是每一次都有东西 来跟我捣乱 又有事神兽 这次呢 是因为天气恶劣 于是呢 这个不服输的昭王呢 又过了几年呢 第三次难争 在经历了上次的 巨大损失之后呢 其实这个时候的 周朝的实力呢 已经不如从前了 正如呢 那汉广的第三段 写的那样 从呢 大马呢 变成了小马鞠 但即便是这样子呢 周朝的实力呢 也依然的 远远的 强盛于楚国 那么这种气势呢 就像乔福在汉广 第三段的那里 描述的一样 我有个小马鞠 就可以搞定你了 结果呢 这次的楚国呢 就投降了 并且呢 奉上了大量的青铜器呢 给周昭王呢 当战利品 那么看上去呢 周朝终于胜利了 但是呢 当周昭王呢 得胜还朝 要渡过汉江的时候呢 被楚人给倒阁了 他们呢 提供给周昭王的船呢 其实是用胶粘起来的 所以呢 当周昭王在汉江上的时候呢 船就散架了 这段历史呢 在史记当中呢 也有记载 周昭王呢 全军覆没了 这个太丢人了 夏商周三代都没有天子清征 而毁不来的先例 所以呢 周朝王室开会 简单就说了一句 昭王难寻不凡 于是呢 就让穆王继位了 从此呢 这件事情就被封存了 那么也可能正是因为这样 乔夫呢 才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用追求汉江游女 而不得来隐喻呢 周昭王的三次男征 乔夫呢 才三次感慨 运兵船 也过不了长江 前两次呢 有祥瑞 有天气 第三次呢 即使打败了 也回不来 那么这首诗 他这样写 到底是要说明什么呢 既有宿命论的一部分啊 我想周周王呢 他在这个出征之前呢 他是应该看看占星的 如果有一个占星师 他能够帮你呢 看看天象 告诉你呢 心向有异动 不宜出发 那你也要听得进去 这是一条 那么另外一条呢 就是呢 在文人处事上面呢 也要大家去警醒到的就是呢 不要太忽略 对你好的人 其实呢 那楚国呢是千里投尘呢 对周朝非常的忠心 但是仅仅呢 被封为自绝 可以说呢 这个事件呢 是寒了楚国的心 而且在祝侯会盟的时候呢 还让楚国的国君去看火盆火把 并没有把他当贵族对待啊 这也刺痛了楚人的自尊心 也因此呢 楚国呢 最早呢 打起了反周的大旗 也是诸侯当中最早称王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国家 其次呢 牌面上实力再强呢 做事呢 也不能逆天而行啊 周朝王呢 可以说是仗着绝对的实力 往往呢 无视别人的建议 包括天象也好 神兽也好 最后呢 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而周朝王呢 三次败给楚国呢 也拉开了整个周朝呢 由胜转衰的序幕 在当下的这个现实环境当中也是一样 我们不要随意的小瞧别人 也不要呢 随意的去信任别人 丑 尤其是仇人的嗜好啊 周朝王呢 三次攻打楚国呢 还敢坐楚国提供的船 这不是找死吗 所以呢我们做人呢 真的让我们中庸知道 就算他看起来现在很错 你也不能小瞧他 就不在乎他对你的好 你也不能因为他是你的仇人 他看起来好 完完全全的就认为他会听信于你 所以说呢 即使是在诗经这样子的一个 作品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很多 包括这种为人处事呢 与人交往的道理 那么今天呢 我跟大家的解析呢 就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看完了我的解析之后 对汉广这首诗 就会有了一个全新的看法 而不再在以前的 傻爱的世界里 我们的解析之后 叫我回来的 iti判楼 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